大家好,我是Susie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朋友来说 肥胖都是最大的天敌 有些人为了减肥 甚至可以连续几顿不吃饭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拥有苗条的身材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主角 却截然相反 她现在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450斤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减肥 反而树立了一个增肥到一吨的目标 这真的太出乎意料了 该女子就是来自于美国亚利桑那的苏珊娜·埃曼 苏珊娜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但是她的身材发福并不是因为怀孕生子 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属于体型偏胖的类型 20多岁的时候已经体重惊人 虽然在我们的印象中 身材过于肥胖的人很容易单身 但是苏珊娜却没有这样的困扰 她找到了一个不嫌弃自己体重和外貌的男朋友 而且很快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 结婚之后苏珊娜的体重飙升 虽然每天都会坚持外出活动 但是因为体重确实有点难以承受 所以基本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很多事都需要家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肥胖虽然已经给苏珊娜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她依然坚持每个月去超市团货 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购买大量的午餐肉和冰淇淋 其实对于身材肥胖的人来说 这两样食物应该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可是苏珊娜并没有觉得肥胖是多大的困扰 反而引以为荣 从来没考虑过身材肥胖带来的健康危害 还坦言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胖的女人 短期目标是增肥到一吨左右 大家如何看待苏珊娜的这种想法呢 好了 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